这一位就是心血管内科医生姚帅 他呢利用下班的业余时间 三年给病人拍了一万多张黑白照片 很美啊拍得很美 因为这个事上了央视新闻很有意义 当然了也可以想象啊 有个别的病人很紧张 说这个姚医生啊 你就是你拍这个真的就是为了艺术是吧 咱保证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啊 让我们有请人在医院的摄影师姚帅 大家好 我是姚帅 刚才李旦开我玩笑 说我给病人拍黑白照片不怎么吉利 这呢纯属是一种摄影风格 我们医生啊是相信科学的 黑白照片真的那么可怕 那以后李旦如果拖着病泱泱的身体 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 我就不给他开药了 直接拍一张彩色照片 他的面色很长白 但是照片很鲜艳啊 在我看来啊 还是你们这个行业比较吓人 我是一个研究心梗 脑梗的医生 而在你们这个行业呢 把搞笑叫做梗 把现场效果好叫做爆 听你们后台聊天都吓人 你这段子有点老啊 咱们脑爆一点心梗 听完这个我能说什么 我给你们拍张黑白照片吧 创作行业啊 它确实是一个高危行业 在你们来找我之前 我觉得我还是先来找你们吧 最近几年啊 心血管疾病 年轻化的趋势啊 确实是越来越严重了啊 根据华东六省的数据呢 18岁到25岁的高血压发病率啊 已经到了9.8% 这在以前啊 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得的病啊 到现在啊 二十几岁就能得了 这都是大家辛辛苦苦 奋斗出来的嘛 只不过呢 奋斗的成果是老板的 后果是自己的 不过啊 大家也不要过分担心 可以根据标准的 做一个心血管疾病 风险的自我判断 满分十分 首先 年龄大 有家族病史啊 男性 先加上三分 然后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抽烟 酗酒 肥胖 还熬夜 加上七分 七分 我剩下的 前三分呢 是天注定 后七分呢 是靠打拼的 所以 爱拼不一定会赢的 有可能会死哦 尤其是熬夜啊 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最大的健康杀手 有些年轻人很担心 去查熬夜的危害 他熬夜去查 还咨询我说 哎 姚医生 我这样会不会死 我那样会不会死 他一直追问的样子 好像是 他今天一定要找到个方法似的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啊 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熬夜 就保持一个固定的生活节奏 因为医学研究表明呢 不停地更换生活节奏啊 危害反而更大 所以你啊 做不到早睡早起 那就有规律地晚睡晚起 这不算熬夜 但是 算矿工 数据统计呢 80%的猝死啊 是心圆性的 当然 想要让心脏变得健康 也是有方法的哦 那就是要锻炼他的弹性 让他保持一张一池 比如你工作的时候 摸摸鱼啊 心脏很放松的 哎 女徒一看 老板就站在后面 哦 心脏瞬间紧绷 这就叫一张一池嘛 说回来啊 员工呢 可以偶尔摸摸鱼 老板也可以偶尔上上班 一张一池嘛 不能老是松弛 这都是为了老板身体好耶 对吧 偶尔摸摸鱼啊 还是有必要的 因为心理出现了问题 是会反映在生理上的 比如 从心理学上讲啊 职场上的人呢 是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的 A型人格 他进取心强 爱急躁 偏暴躁 这种人啊 容易得惯心病 那C型人格的人呢 他逆来顺受 逃避竞争 偏抑郁 这种人啊 容易得癌症 那说到这里 有人会问了 那B型人格的人去哪了 哎 B型人格 与世无争 比较松散 这种人早就离开职场 灵活就业去了 如果非要说容易得什么病 可能是穷病 职场啊 已经都这么难了 但有些事情上 老板就不要再为难员工了嘛 比如现在啊 请个病假 还要走OA 流程太复杂了 问的问题啊 比我们医生问的都详细 这么复杂的流程 人家都愿意去请病假 你就相信人家吧 他可能是真的有病 好不容易批到了啊 你就给人家批半天 什么病半天能治好 你这样搞得我们医生 都措手不及嘛 其实啊 医生呢 也是猝死的高危职业 三餐和睡眠不规律 高强度的工作 还要经常熬夜加班 时间长了 身体也是会出现问题的 但为什么我还要选择加班呢 因为 只要我还在医院 就一定能得到 最及时的治疗 看到同事们啊 如此投入的去工作 如此忙碌的声音 加班加顶 我的心里可踏实了 Doctor help doctor 最后 我想说 大家的健康 我们来守护 也希望大家要保持好 自己的健康 你们少生病 我们少加班 这也是守护 我们的健康 谢谢大家 我是小帅 谢谢姚医生 你是不是应该去那边啊 医生 这做手术的时候说 走错了 好吓人 刚刚最恐怖的是 说到三分 七分的时候 一直看着我们 酗酒 肥胖 噢夜 说我嘎 但是我听到后面 还是很欣慰的 姚医生说 只要保持这个 有节奏 规律 不要轻易改变 就好了嘛 对吧 每天都是 按时的服用一些酒精 身体应该还是可以 不能轻易的改变 不能因为今天 不想喝就不喝了 大家好 我是罗祥 李淡 找过我好多次 说 罗祥老师 你来吧 我们都想让您来讲一讲 我说 我不会搞笑 我是做普法教育的 李淡激动地对我说 那您更得来了 我想了想 还是来吧 毕竟脱口秀 也不是法外之地 果然我来了之后啊 李淡问了我一个员工解约的问题 朱一旦呢 问了我一个合伙人退出的问题 张雨淡呢 问了我一个理定婚前财产协议的问题 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 我说我是教刑法的 我哪懂这些呀 在座的呢 我最怕钟美美 因为我是老师啊 我怕她学我说话 钟美美要是掌握我说话的精髓 那很可怕呀 她在家写作业 都很可能跟她爸妈说 强迫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 熬夜写作业 知道这属于什么吗 属于什么 属于雇佣同工从事 危重劳动罪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钟美美这样的同心 属不属于同工 2020年啊 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年 突然呢 就进入到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有人啊 把我在后大讲课的视频 搬到了B站 很快呢 就有一千万粉丝 我真的没想到 大家最喜欢的网课 居然是刑法课 但是有没有学以致用啊 就不知道了 我曾经被一个疯狂的同学 骑着自行车 追了两条街 他大喊着 张三老师 他的法律课都会举一个例子 叫张三 就所有的罪都是张三 那样都是法外狂独张三 你的课我都听过 给我个签名吧 我说同学 这里是北京阿环 你的时数已经超过了四十麦 是阿环平均时数的十倍 你回答我 你属于危险驾驶吗 他没有回答 他回家了 这就是学刑法最崩溃的时刻 就是这个问题 老师明明讲过 你还笑过 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上网课是个好事 但有些同学急于求成 就变得焦躁起来 很多人沉迷于寻找 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渴望跟人类伟大的传承相隔绝 于是幻想着 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 结果 却掉进了一个粪坑 这话不是我说的 我也说不出来 这话谁说的 谁说的 鲁迅吗 这是奥威亚说的 有个同学听了说 嗯 奥利亚说的没错 所以说人啊 还是应该多看书 少上网 我时常告诫自己 我想 你唯一能沉迷的网 就是罚网 我暂时退出微博了 因为老爱骂呀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说明虚荣是有代价的 有句话就是写给我的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才是永恒的 这句话要时刻放在心里 但千万不要发到网上 所以朋友也劝我 你别老发那些高深的东西 你发自拍呀 就我这个颜值发自拍 虽然不违法 但是也有一点不到的 除非我用 Oppo Raylo 5 广彩人像 视频美颜 无论是自拍还是视频 都能美出自己的特色 美得出其不意 你们想看吗 算了 我就不发了 我怕我的肖像权 侵犯到你们 今天来了 不能白来 还是给大家讲点 刑法学术概念吧 区别几个 基本的刑法概念 假如有一天 李旦给杨幂 讲了一个段子 杨幂没有笑 李旦属于搞笑 忌谁还是为谁呢 很明显 搞笑为谁 要是杨幂在李旦讲之前 跑了 杨幂属于啥 属于紧急避险 李旦又想给张雨琪讲段子 张雨琪在他讲之前 打了他一顿 张雨琪构成什么样 构成什么样 构成正当防徽 特别合适 李旦看张雨琪惹不起 说服王建国去给张雨琪 讲谐音梗 这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属于教说搞笑 后来王建国自首 检举揭发了李旦 由于他们俩是共犯 这个应该怎么判 凭借你们朴素的情感 哪个应该判得更重 肯定是李旦 因为他是主犯 而且看起来就很坏 所以最后要怎么判 判处王建国 没收搞笑工具 李旦 剥夺搞笑权利终身 其实我个人觉得 人们本身不需要谱法 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板自己 遵纪守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今天这个反跨联网会 他们让我展望一下2021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每一年都会有糟心事 不过我相信 效果文化会越来越好 只要他们遵纪守法 谢谢大家 我是罗翔 大家好 我是罗翔 张绍刚说我模仿他 不准确 但我确实得感谢他 正是从他身上 我得到了灵感 创造了张绍刚 他主持的节目呢 有张绍的原型 但是大家千万别把他们画等号 区别很大 张绍还是很受欢迎的 这样不好吧 很准确 很准确 颜鹤翔啊 担心我抢他放吧 我哪能抢他放吧 他是被郭其林遗弃了 当然郭其林不构成遗弃嘴 因为颜鹤翔有独立生活能力啊 郭其林对他也没有抚养义务 有人说他们像离婚的夫妻不准确 伙伴和伴侣是两个概念 所谓伴侣啊 我们普遍的祝福是一生一世 但是伙伴不一样啊 搭伙好几年 说善就能善 郭其林的行为属于什么呢 属于人之常情 人之意境啊 君子之交 荡如水 我们也该祝福 还有人担心啊 他会不会跳槽来理担子 我觉得不会 大家放心啊 没有人跳槽是从好公司往岔公司跳 说得好 法律允许不允许呢 允许的 但是不提倡 忽兰啊 也选了我 今天他和颜鹤翔啊 只有一个人 能从我这晋级 忽兰是个胜负欲很强的人 在我们三人里啊 他更像大魔王 而且一个脱口秀演员 居然开始专严刑法 这太可怕了 这才是真正的想抢放我 颜鹤翔只是把注意力 放在我身上 却没有发现恶魔在身边 伊利静 毕老师的采访像审犯的 我蛮欣赏的 他看似鲁满的问题啊 让我想到了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 也常让人下不了台 苏格拉底 问了雅典所有人 雅典人受不受得了呢 受不了啊 苏格拉底的下场很差 我们还是 宽容的 李旦问过我啊 大张伟花太多扰名 算不算犯罪 从个人情感上来讲 我真想给他定个追 但从法律来讲啊 肯定不算 所以法律的伟大之处在于啊 他是超越个人情感的 不过话太多 法律允许 但是不提倡 他还问我 参加一个脱口秀节目 没有说脱口秀 算不算诈骗 这就要看脱口秀的定义了 我不知道大张伟说的算不算 反正有人说 我说的是脱口秀 马斯纯 用错过张爱玲语录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都是人类伟大先贤的传身头 马斯纯传错了 让我看到了张爱玲 想说 但没有说过的话 误解啊 是人生常态 理解本是稀缺的例外 你以为我在说哲学 其实我是在说科学 比如说酱油生虫 苍蝇惹的货 酱油备了锅 但这不是质量问题 海天酱油提醒你 平时用完酱油 记得盖好瓶盖 别让苍蝇装了漏洞 在酱油的边缘 来回试探 这个苍蝇 很可能是沾山转世 五条人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年轻时代的追求 浪漫主义对既定规则的冲突 他们临场换歌 就是浪漫主义啊 浪漫主义是突破突破再突破 破坏破坏再破坏 五条人是复活复活再破坏 我以前也爱浪漫 也唱啊 原谅我这压身把这份总爱自由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今天就不多唱 我怕唱完以后 你们都不能原谅我 学了刑法 我就不敢乱忙 刑法强调 循规蹈矩 罪刑法定 不能说你行你就行 说你不行就不行 刑法不是想法 不是看法 更不是心法 我是个浅薄的人 不是谦虚啊 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 大家关注我 是因为我让他们发笑 有些案件本身就是断子 笑过后 在思考某些更为沉重的东西 法律是很严肃的 觉得有意思的话 投票 谢谢大家 我是教刑法的罗响 这位反复被大家提到的 李国庆 国庆兄现在 国庆兄 脾气真爆啊 李国庆现在创办了一个付费听书的APP 两次创业都跟书有关 我告诉大家 他贼 他是最明白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严如玉的人 是吧 现在他的严如玉 把他从他的黄金屋里踢出来了 那他的书里还有啥 想知道吗 请付费收听 来吧 有请不给钱就不说的李国庆 没错 我就是那个某著名电商网站的CEO 创始人前CEO 现在是个讲书APP的创办人总编辑 但在大家眼里 我只是一个离婚又失业 拿着1.3亿净身出户的傻白甜 李文汉 五岁开始学游泳 十五岁放弃游泳去美国求学 我也去过美国啊 就是在那儿遇到的我的前妻 现在法律证还是限期 所以我觉得呀 人呢 没事少去美国 不是不是不是 李文汉特别优秀 才出道两次 就拿了两次新人奖 要是出道三次 岂不拿三次新人奖 这样拿下去 岂不是要拿到终生成就新人奖 余浩明 粉丝因为他觉得像国民弟弟李盛基 所以都叫他国民弟弟 现在很多国民老公国民爸爸 都是受欢迎的人才被叫 我跟这些挨不上边 你叫我国庆叔叔就行 不是我欺负你啊 我确实比你大 昊明在微博挺别人啊 引起过争议 我也挺过一些企业家朋友 余敏红说错话那次 我一顿力挺啊 引经据点 从教育学到社会学到哲学 结果大家北来把这事忘了 我这么一力挺 又跑去骂余敏红 说呀我在这儿 不该提人家的名字 所以我在此呼吁一下啊 请大家把余敏红忘了 就给提起来了 金龟子刚才吐槽吐得最狠 我最动容 如果不是节目 我就不会摔杯子 我会掉眼泪的 他和他老公的感情啊 他真让我羡慕 听说他们曾经异地恋三年 三年间每天彼此给对方写一封情书 一封不落 真怀念那个时代 没微博没微信 收到的都是恋人送来的情书 不像我 现在收到的都是前期下的战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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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丹 我看过他主持的 我爱记歌词 歌词记得真棒 人名记不住 再给你自我介绍啊 我叫李国庆 李是李诞的李 国是王建国的国 庆是庆一年的庆 我叫李建瑜 乱了乱了 他肯定已经乱了 估计一会儿上来 指不定叫我什么呢 朱丹老公吐槽过他 演技差 说不想跟他合作了 周一伟这么说啊 就是掉以轻心了 小看自己老婆的演技 是要出大事的 朱丹演技我就不评价了 以我的经验 夫妻啊 确实合作不好 你说 如果夫妻两人合作一部戏 前二十集合作挺好 突然有一天 你把老公踢出了剧组 这他能受得了吗 这不得气得摔杯子 说到摔杯子这事啊 那天啊 确实是我失态 得说声对不起 后来我再参加节目 都不敢要杯了 我说谢谢 我不喝水 他们说 行 把水倒了 把杯子放在 就等着我表演 你看 今天还放了一罐海天黄豆酱 摔不摔 摔 摔 就盼着我摔 我能摔吗 能 不能 这可是蒸闷战炒饭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怎么吃都好吃的 海天黄豆酱 怎么舍得摔呀 收回朱丹 收回朱丹 听说朱丹很崇拜 他的老公周一围 我认为啊 好的夫妻关系 不应该是崇拜关系 早年 我也是鱼的偶像 他整天把我夸的呀 搞得我现在 受不了有女性夸我 一夸我就 哎呦 似曾相识 早晚要分我的家产呀 所以男性 尽量不要找 崇拜自己的女性 周一围 我不是说你 我说我自己呢 前段时间啊 我离婚的事挺热闹 刚才都吐了 都吐槽我了哈 开始呢 小一老 你们还没到时候 开始大家都一边倒骂我 但我身边很多朋友啊 私下挺我 我不 我就说啊 你们为啥不公开挺我 他们说 你这事做得不好 怎么公开挺 我才反应过来 我就是犯了很多 公开挺的错 对人家不好 对我自己也不好 余敏红 sorry 我现在呢 也想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说过 我肯定不找商人了 我就想找一个 和自己一样的傻白甜 天真无邪 而又单纯可爱 一味地支持老公 朱丹 我这不是追求你啊 朱丹之前把湖南卫视的互动短信 念成了老东家浙江卫视的 看得出来 对老东家真有感情 这个我理解 我也是 所以在节目最后呢 我想说 如果大家想听好书 听懂书的话 欢迎大家下载早晚读书APP 如果想买指数的话 爱去哪儿去哪儿 谢谢大家 我是李国庆 说得太好了 又是家务事 又是兄弟之间那点事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吐槽 我们尽量来真的 没让您全来真的 大家好 我是小家 最近聊的是糖尔卷 很多人从找工作面试就开始卷了 我第一次去参加面试的时候 和三个人坐在那个面试等下去 他们都很照顾我 东西掉了就帮我捡 我觉得好温暖啊 后来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公司的第一道考验 专门测试人性的 但自从入职效果之后 就没有这个环绕 大家都会开我玩笑 那天有个演员给我发微信 他说 我们家猫最近腿受伤了 走路好像有 他说这种话不能在台上说 会被网罢 我说你咋知道台下就不会 蛤 你但 他不怕 我还回了他 我说 你这样讲 我好难受啊 然后很开心的 把聊天记录截图了 我是一个对工作特别卷的人 但最近很想摆烂 因为公司的宣传部门 让我拍一些 美好生活的Blog视频 他说要让大家觉得 我很阳光 我说怎么 我的Blog是天气播报吗 我是小家今天很阳光 而且要天天拍 天天阳光 今年天气这么热 该不会就是我太阳光了吧 真的 现在效果实行一个 OKR考核制度 美好生活就是我的OKR 没有完成要被扣工资 扣完工资还要营造美好生活 怎么营造 我是小家 昨天被扣工资了 我好开心呀 而且很多东西 一到镜头面前 就变得特别设计 我单纯起床微笑 深喊掉就拍了26次 你想想 谁起床会微笑啊 闹钟一响 你就笑 多恐怖啊 多恐怖啊 一般人也不会端着咖啡 在办公室窗户变田 欣赏风景 看什么 你买一栋楼的空调外机吗 他们说全职比肉脖子都是这样拍的 我说但凡他们找个班上 你就不能拍一些我的真实生活吗 一个邋遢的小家 穷困聊到 正在上传一段聊天记录 但是有时候该卷的时候就没机会卷 虽然我的很多演员同事们 都接到了所谓的商务广告 但我一个都没有 我就去找了领导 领导说你有社会价值 不可衡量的那种 我说那我也想被衡量衡量 上次去录一档节目 然后节目主给其他嘉宾 拍那个喝能量饮料画面室 我都惨死了 他们能喝我就不能喝吗 我的人生没有比那一刻 更需要能量啊 我朋友还安慰我说 但你录节目也挣到钱 我说我不但要挣钱 我还要挣能量 其实很多品牌王不敢找我 是怕消费我 但他们不消费我 我拿什么消费啊 我觉得品牌王大可不必有这种顾虑 没有人会因为小家给什么婚纱旅派做广告 从此就不结婚了吧 大家该去哪拍还去哪拍 拍完该离婚还是会离婚 我至少不会他皇对吧 短时间内不会 都说我天天阳光啊 为什么不给我个什么太阳能的广告 对吧 地球人类是一家节能减排 靠小家 我其实就是想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 我跟公司说我可以不要钱 公司说你都不要钱 那自圣广志他们怎么好意思呀 最后呢 我希望甲方爸爸能够给我一个卷的机会 我平缓努力 性格细腻还不挑剔 如果这都不行 我就 我就躺下给你看 谢谢各位 马上要上场呢 接下来的这一对 先是让李旦惦记了十年的女人 端庄典雅 没礼貌 毅力敬 然后另外一位呢 是上次捕刀失败 白刀子进 白刀子出 相当于砍空了 马思纯小姐 也不知道马思纯是何勇气 选择了冷面问将 毅力敬 是谁给了马思纯勇气 毅力敬 问他 放狠话 开始 马思纯 你信不信我让你三个问题也能赢你 告诉你啊 我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就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谁有问题 太优雅了 好 刘雅 大家好 我是易丽静 大家可能不知道 马思纯 我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我和他妈妈是朋友 真的 马思纯 你知道我小时候还抱过你的 现在已经抱不动了吗 天啊 你知道你小时候一些比现在好笑多了吗 这些问题你不用回答 这是一阿一让你的 接下来我正式问你一些问题 马思纯 你又不懂脱口秀 为什么会喜欢呢 你是不是就喜欢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你喜欢张爱玲 你看得懂吗 你喜欢文艺片 你看得懂吗 你喜欢忽兰 我们都看不懂 我还是很厉害 还是好 奶腕我也看不懂 一个rapper 去参加女团选秀 为了迎合女团的标准 减重15斤 别人跟他说 你瘦了 他哭着说 有你这句话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奶腕 你们女团选拔 用的是一杆秤吗 你没有成团 是因为你没有前九名瘦吗 好多女性为了实现穿衣自由 都在病态地减肥 因为女装的尺码 只有永远赶不上的S码 XS码 XXS码 连瘦死的骆驼 都比S码大 衣服越做越小 永远无法获得穿衣的自由 你让马思纯和我这样的大妈女性怎么办 像男人那样 无拘无束 快乐每一天吗 说说场上这些快乐的运动员吧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群体 范志毅的前妻是空姐 周琪的老婆也是空姐 你们打球的怎么都喜欢找空姐啊 你们是上了飞机去想谈恋爱吗 对不起 空姐说 先生 小桌板收一下 郭艾伦说 Yes I do 周琪说 Kahab too 什么意思呢 波兰语的我爱你 范志毅说 中国男男男脸都不要了 幸亏我没找 要不一锅儿断了 都说郭艾伦是靠他叔叔在篮球圈上位的 郭艾伦 我看你也挺喜欢上综艺的 要不要在这里认个叔呢 叫一句李叔 就能拿个吐槽大会的冠军 李叔难道不比你输好吗 世界杯你们都敢输 还怕这个输吗 听说运动员脾气都很暴躁 但分有成绩的暴躁 和没有成绩的暴躁 郭艾伦 你觉得你是哪种暴躁 是打不进NBA的那种暴躁吗 听说你擅长三步上篮 是一步传球 二步冷静 三步上篮吗 为了那么三斤 那半斤了 范之翼 我对他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怕他打我 今天来了好多年轻的男男运动员 你们怎么那么爱上综艺呢 为什么范之翼年轻的时候不上综艺呢 是因为训练当目的上综艺了吗 不是 因为他那个年代只有一个综艺 正大综艺 周琪曾代表中国男男 打进过NBA 周琪 你觉得你现在还能代表中国男男吗 你左手拿着鸡蛋灌饼 右手牵着空姐 你代表的不是中国宅男吗 为什么你进了NBA 那么快就回来了 是因为展男不爱运动吗 今天来了很多男男的 女男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女男太优秀 没有槽点吗 我对篮球最大的疑问 其实不是这个 而是 篮球宝贝为什么都是女生 无论男男还是女男 中场休息跳舞的时候 都是女啦啦队 女男比赛也挺累的 难道就不能整点男啦啦队 注注性吗 好棒啊 注注性 像杨明 周琪 郭艾伦这样的就很合适 长得帅 综艺感好 也不太会打球 让他们跟着女男挺好的 不然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 登上舞台呢 谢谢大家 我是帮助男男的伊丽静 谢谢易老师 有请马思春